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台南市多处校园在此次好雨中淹水受损 截至今天中午为止 共计有123校受损 损失金额达2804万元 教育部长叶俊荣今天下午至台南市西港国中视察 表示会全力支援 一切已赶在30日开学前全力恢复校园环境为第一优先 西港国中因好雨一度淹水近60公分 一楼教室及图书馆电梯厨房马达等均受损 出估灾损金额超过150万元 今天上午多数淹水的学校积水都已经消退 景北门区的景湖国小操场还有水 以及北门国小玉湖分校因地势低挖积水未退 叶俊荣在台南市教育局陈修平等人陪同下 视察西港国中的灾损及复原情形 陈修平表示 自此校园灾损主要类型为屋顶漏水 教室置物柜 图书及木制地板进水 厨房设备受损等 教育局已采取数目清运开口契约 授权各校进行抢修抢险作业各项措施 协助各校尽速复原 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 有待中央协助 加速校园各项设施复原 并具屋顶防水隔热工程 校园排水系统及防水闸门砖案计划补助 以减少极端气候造成的灾损 叶俊荣除当面表示 会全力支援外 也要教育局不用担心经费及行政程序问题 一切要以赶在开学前全力恢复校园环境为第一优先 国角署长邱乾国也表示 为协助地方抢救枪线 已于昨天先行和拨抢救灾经费给地方政府 后续会在一线市灾损情形拨补补助经费 大水退去之后 各校今天已纷纷总动员清理校园 国军也调派人力协助各校 教育局表示会赶在开学前完成 也会进行环境消毒 预防登革热等疫情发生